改编自韩寒同名小说的电影 一座城池在京举行首映式 导演孙伯涵协主演 房组名王泰丽小薰 以及影片配乐 左小诅咒齐齐亮相 现场房组名王泰丽 以我建筑和形式亮相 并护黑青春 曝光青春 就适应的现场相声烈烈 然后就来写功课写功课 那现在我讲说 话屁 然后我就讲说 好这个没有声音的 控制得很好 结果超大声的话 然后就被他听到了 他说 God damn 杰西 What the hell 我说好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一直删一直删 就很久 而且还要发 空气清真剂 就我用我的废 自己的用自己的废 当空心 我就在庞里吸 我也我也 我就 清解一下 今日成龙将自己所收藏的 多处古建筑房产 全部尊赠国家 如此价值不费 古建筑却没有留给儿子 让很多人诧异 有消息称 成龙本来想把这些看资老旧 却价值不费的资产 留给儿子房祖明 却遭到房祖明拒绝 当天记者向房祖明求证辞 使房祖明改言自己毫不知情 最近有报道就是 爸爸要给你 但是你拒绝了 为什么有这样的失望 我不知道 他帮我拒绝 谈到爸爸所收藏的古建筑 房祖明连和爸爸有眼光 末了还不忘加一句 古宅送人了 清宅一定要留给我 我不知道多少钱 但是他买的时候 不是很贵 他是有 算是有眼光的 古宅就送人 清宅也留给我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